好了 接着尖 黏 贴 靠 尖 黏 贴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 这边的身体 贴在八缸里面 贴门靠壁 靠 四个字分开看 但是四个字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 进来的 我就有东西 我就彩了 我们在拳宴里面有所说 单则为彩 覆则为尖 覆手 是不是两只彩手呢 这样就彩 不一定是彩手的 对方的力量很大 那我们就要闪射刑锤 见光而回手 那我们就在拳宝派12游里面 第一就是见光而回手 回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说偷打 偷打有很多方式是偷打 我这里就不再说12游 因为它力量很重 当然是想把制服 例如整个按在地上 踩住我 你撞塌了 制服的时候 除了黏的要求 我除了走手之外 分布 螳螂拳就是白色圆后布 所以12自缺 你要配合白色去运用 还要配合8缸12游的 7长8短的 8打8不打的 就有其他很多东西 配合一起去发挥 所以尖是主动出手的 黏就是借力的 我们叫做走鼻刑锤 带去对你有利的地方 那就是说贴是什么意思 要很迷身 可以贴出来打的 紧进落空 一合出 再按手的 下 封到一边 你怎样能够知道 他的手去哪里呢 就是要有一个尖黏的概念 首先还没说尖黏贴架之前 我们总结一下 勾榴彩挂这四个字 勾我不是 刁住 刁其实是担 我这样就是担住东西 这样就是担 勾 牵引 改变改变角度 另外改变 这个就是扭泡 如果你打狼一点 扭泡 可以打 勾 扭回来就打 其实我出手 是要拿根捷 无论他的手是怎样缩都好 捷他的根位 他的手再打 差在这里 行不行 这些位置可以致命 要小心的 勾就记住了 是拨开 比如我把东西拨开 然后再勾再勾 打 扭的就是扭回来 比如我勾 好 我这样也是勾 那譬如我现在一勾一扭 一勾一扭 这个就是扭扭 扭扭 扭 扭它回来 这个叫扭月的方法 一扭扭月 打 低头 踩 接着 这个手就打 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扭扭踩 打得深一点 这个动作就接着上 然后你可以掛开它 上 扭 这个也是扭 或者我叫圈 扭下来 这个也是一个 扭扭 接着 掛开它 或者我是拿 拿 挂 挂到一边 由下而上 如果你拿 扭它 打它 入手 都是一个采扭的方式 扭到些什么 所以我们螳螂拳有扭規 而挂和扭 一般来说 挂就是由下而上 扭就是由上而下 拿一扭 打一扭 挂开 对吧 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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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组对练的手法 这组对练的手法叫做 尖手直入 我的手尖这样的手扭 接着我再黏 即是我一只手去的时候 后手做一个 保手的方式 后围的方式 将阻住你前进的手 移开 然后继续直入 这叫做尖手直入 全现有云单则为彩 幅则为尖 什么叫做单则为彩 幅则为尖 是否要两次彩手才为尖 其实不是这样的 单则为彩 就是我伸手去 去手 我现在伸手去 我想碰它 我想彩 其实我的手入手 出手的时候我入手 入手的时候 如果是完全无遮无挡的时候 就是彩 它没有阻止你去路 完全是中门大开的 就是彩 但是如果阻挡我去路的时候 然后腹 就是什么呢 就是腹式 就是单位腹式 就是两层 就是踏住了 踏住了 就是腹 就是尖 就是我手和你的手 踏住了 就是尖 好了 OK 我们的手入 然后我这个手触住它 是不是尖 然后我这个手继续向前进 所以就是尖手直入 我 它有两只手 它继续阻住我 今天产生 一路尖手 一路直入 这只手如果是 完全是无遮无挡的 这只手 这些就入手打 这些手打 这些手打 我们就叫入手 入手 比如我们现称的尖衣拿跌法 就是说有东西就拔 其实就是有东西一拿 尖不尖到什么 最方便的就是尖衣 比如你摔膠 那些有的 拔衣 抢靶 简单的介绍 尖衣拿跌法 尖到什么 或者我们有 把短里面的尖拿空锤 好了 接着 跟黏的关系 跟黏的关系 就是说 如果它的手 縮一下 就不会产生黏的 我的手伸出去的时候 就是我主动去碰它 我主动去碰它 就是我伸着手 我伸着手 我伸着手 就是令到一件事 我们南方术语叫做 武桥 自造桥 就是当对手没有手 我主动去抢 唐龙拳就很主动 用我的手 就要拿你的关键的位置 就令到你有所反应 那些我们 稍后再说 我们说 当我的手 一伸出去的时候 他的手 縮下縮下 我其实不是跟他一起縮 那我就向前 那我就向前进 所以你的手 推挡我的时候 我一支 这个位置 就是兵家必争的位置 就是他要打我 那就是他也要埋到我身 如何进入这个位置 当然直进是最快的 好了 好了 今天埋到位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好了 那如何埋位呢 如果当对方是 勢猛力大的 想把你压制 即是说他很没有力 可以把我按下 是啦 把我按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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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 一埋位 随时 可以把我压制 按下我的方式 或者把我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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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所以我们之后 就要说 一个叫做 黏 黏 你首先有曲伸的概念 曲和伸 伸出去 尖 就是伸出去 黏就是回来 为什麽要回来呢 就是因为他一手 阻挡着我去路的时候 同时想把我搬开而走 压迫着我 对我好有威胁 可以把我制伏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产生黏了 正所谓 见光而回首 就是说当他光猛的时候 回首 那是不是这样呢 回首的意思 是要令他引进他 同时要令他落空 正所谓 引进落空 首先你有这个概念 引进落空 那就是入手 我只不过打一搭顺风车 把你的力猛 借 把你的力猛 借 借 借回来 然后我就进了 好了 那如果当个人 他很猛 撞起来的时候 那是不是只是曲手呢 那就不是了 那你就有腰马 所以一定要说 配合白色 我们白色圆后部 所以我们螳螂拳经常说 白色十二字决 白色圆后部 那我们会迟些说一说 什么叫白色 白色的标准是什么 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了 如果我配合白色的时候 好了 那这个情况 那我要慢慢讲解一下 就是当他入手的时候 我坐 引进落空 然后坐后化 如果我的人 硬斑斑 站在那里 完全化不了力 那我就会倒霉 好了 那如果我的人 能够做到 坐后 产生太极的时候 那我能够化解 所以在太极权里面 我们有句话 叫做 人光我游为之走 人光我游者 就是说 简单来说 我们用这些手来说 人光我游者 人地光我游 就为之走 走是什么意思呢 走不是我掉头走 在走的意思 就是黏即是走 走即是黏 在太极权论里面 黏即是走 走即是黏 好 即是黏住他 我要令他 刚才我所说 引进落空 令他落空 带去一个对我自己有利的位置 我信人背 为之黏 所以我是信住 信住他的力 我信他的力 令他产生一个对他无利的位置 这个就为之黏 所以尖和黏两者是互相配合的 譬如我手 刚才我尖的手直入 我这个手直入 我的手便沾着它 它扭开我的 我引这手过来 我这个其实产生一个黏的效应 然后再进 然后再扭 它向我的 我一黏住 尖 念开 引开 如果它是手揽的 这个就是怎样化他的力 怎样化他的力 如果它是缩手的 即是画了下 缩手的 即是无遮无挡 逢空 即人 的方式 就是打功夫的概念 配合勾扭彩掛 这四个字 再加上 接着之后 什么叫做贴靠 接着就贴靠 所谓打人先进身 进身才打人 即是我们要贴着他来打 接着 还可以靠着他来打 贴 然后同时可以靠近 首先要贴 你首先要贴的时候 要掌握了什么叫尖和黏 勾扭彩掛这些方式 然后呢 你才能够 掌握到好的贴身 靠打的方法 好了 因为我埋伸到身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的手 你的身体 是很接近对方 正所谓越危险的地方 就越安全 如果你懂得运用你的身体的话 但如果你不懂得运用你的身体的话 你埋伸到身就很危险 所谓有危 又有肌 所以你首先要掌握好 什么叫尖和黏的技术 勾扭彩掛 然后你才能够做到贴的效果 好了 我简单些 简单些来说 我们在拳法里面常有的东西 有些拳法去讲 譬如我们接手 由这里开始讲 当我接手 是逼迫来的 我粘开 接着 过端 这个缺一包 身一贴 身一贴 然后靠按 这个就是贴靠的方式 贴缓靠壁 贴靠方式 尖黏 这里 拿断手 上 这个也是贴 我另一边上 是不是贴近你 然后再小心踩断脚 将你仰磅 身一贴 黏住它来打 同时就是 靠 所以扭和靠 上面是揽 然后退一步 我贴着打 贴着打 看头 看脚 这些 然后靠身 贴着靠 或者白人出动那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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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 美女过桥 一靠 牛牛 所以就是尖黏貼靠 牛牛彩卦的刺杀 打法 产生螳螂拳 本身是他的节奏 以及战术的铺牌 好了 之后 我们再说 刁进刁打 四决 如何配合欧陋彩卦 金凌肉 接口 刀